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编写高资料CSS系列课程 我是讲师,胡敏 好,在这节课开始讲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的话,我们主要讲的是课程的一个整体介绍 包含哪些内容呢? 一个是讲师的一个介绍,二个呢是课程 关于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系列的一个课程 还有呢,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培训对象和这个培训的一个目标 最后呢,我们为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开发工具 这里面主要是sublime和webstorm这两个 最后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任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成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讲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主要是讲SARS与Compass这样一个节 这里面呢,我们有这么一些内容 分为两节课来完成 第一个呢,是SARS相关的一个居多的一个内容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在这里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CSS预处理器 我们看一下 这儿呢,我就不在这里说 我们直接看 好,我们看一下这儿 什么是CSS预处理器啊 CSS预处理器呢 它是定义一种新的语言 将CSS作为一个目标的一个文件来生成 然后呢,我们就只需要 对这种新的语言进行编码 就可以书写CSS 好,既然我们现在了解了什么是CSS预处理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CSS预处理器呢 在这里为大家一个问题 应该大家都会去想的 如果最终生成的都是这个CSS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写CSS 而非要去用这样一个CSS预处理器呢 这里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对这样一个一般的一些小项目啊 和这个CSS比较简单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直接写CSS 就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需求了 但是如果在一个大型的一个项目里面 比如它有很多复杂的一个CSS文件 然后呢,有许多小的一些模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单纯的写CSS的话 那么就会相对比较复杂 而且不太好维护 另外一种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UI的一个框架 比如要设计到一个切换皮肤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是不是要针对每一套皮肤去写这样一个CSS呢 如果是单纯的用CSS 那么我们只能这样去做 但是如果用CSS预处理器的话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变量 然后呢 利用一些函数 类似于函数的这些东西 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方便的来实现很多大皮肤的一个制作 那么这个呢 就极大的提高了这样一个书写的一个便利性 好 这个呢 是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CSS预处理器 好 这样呢 我们有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使用SaaS 因为它可以有变量 可以自动转换RGBA这样一个颜色值 而且可以让我们忘记浏览器前缀来书写这个样式 这个最常用的应该是Border Radius这个东西 第四个呢 是它能够实现复杂的一个嵌套规则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写模块化CSS的时候 就会非常方便 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 还有一个呢 叫Media Query 这个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响应式来实现来做的 这个呢 我们后面也会说 还有呢 这个呢 就是SaaS的一个命令行 它能够自动帮我们压缩CSS 这个呢 也是比较强大 比较好用的 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SaaS 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带领大家详细的来体验这些功能 好 回到这儿 第二个呢 是什么是SaaS 既然我们说了CSS预处理器 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而且也简单说了一下SaaS的一个好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什么是SaaS 好 这儿呢 同样 我们通过它的一个官网直接看 它的官网是SaaS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呢 已经打开了 这里呢 就开始吹牛了 好 CSS 非常有用 看一下这里的一个解释 SaaS呢 它是这样一个multimature stable and powerful 这样一个professional great CSS extension 内部器 它说呢 这个是非常可靠的稳定的 非常有用的 这样一个CSS的一个扩张语言 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个CSS的一个预处理器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SaaS 它呢通过提供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变成的一个特性 来为我们展示呢 怎么 来 优质的编写这样一个CSS代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SaaS 好 我们知道 这里呢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两点 第一个 SaaS呢 是CSS的一个预处理器 然后呢 SaaS呢 是一个 类似于编程语言的一个 原语言 这个呢 是它自己可记得一个定义 好 我们知道这两点就已经够了 还可以知道一点就是SaaS呢 最终编译成的一个结果是CSS 好 那么就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SaaS与CSS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 好 我们来说SaaS与CSS的一个关系啊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CSS里面呢 它不是一个编程语言 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标记型的一个语言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完成嵌套啊 这种继承 然后变量 这种类似的一个 编程语言的一些工作 好 所以呢 开发者是这个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样一个CSS的一个不足 所以呢 就想到了一种 编写 对CSS进行预处理的一个中间语言 好 接着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SaaS的SaaS的SaaS的SaaS和SaaS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针对这两个的一个区别的话 我的这里 我打开这个WebStorm来为大家说明 当然这些软件都这个软件是收费的 当然可以试用30天 比如我们在这里就新建一个文件夹叫SaaS 好 把它放这儿 好 我们直接很简单的去Open就OK了 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 这里可以点单的点到我们的桌面去SaaS Ape点开 好 这个这个东西呢 全是全 但是相对来说 资源占用也比较高的 所以呢 如果配置不是太好 那么还是会有点卡的 File 01.sass 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书写呢 好 Body 看一下 我们就简单来添加一个Watcher 我们看有什么效果啊 Body 然后呢我们来输入一个什么呢 Banground Banground 好 注意看它下面 就会有一个01css 这个呢本身呢是我们这个SaaS的一个命令行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集成的一个开放环境里面呢它能够自动把我们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来看一下 它就为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Body Banground Blang 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SaaS的一个写法 既然有 既然我们说了SASS 我们同样也来建一个SC.SS 这呢我换一个 好 我们也添加一个Watcher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就这样写 好 我们看这02 看一下是不是同样的也是这样一个CSS文件 那看我们这两个的一个写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01的话是我们用 这个 Table 就是这种一个缩进来表示我们的一个层次结构 在这个SC.SS里面呢就是用我们原生的一个CSS的一个写法 好 既然在这里我们演示了这两点 那我们就直接来说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好 什么是SaaS呢 SaaS呢 它是最这个SaaS最原始的一个格式 因为它最初呢是为了配合Hammer而设计的 所以呢 它和这个Hammer是有做一样的一个写法 就是SaaS的这样一个风格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写法 然而从第三代开始呢 它就 这里其实不准确的 应该是重新建了 其实应该不是放弃了 应该是保留 保留了这样一个SaaS的一个风格之外呢 然后呢 又新增了一个SaaS 这样一个格式 这个呢 就能够完全的向下兼容普通的一个SaaS代码 这两个就是它两个区别 这个SaaS的话是这个 语法呢是和Hammer是一样的 SaaS的话是和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SaaS是完全兼容的 那这个有 那我们 在使用的时候用哪一种呢 如果你有代码洁癖的话 而且对这个 缩进的比较认可的话 那么可以用SaaS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用SaaS 为什么呢 如果是重新开始一个项目 那我们用SaaS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是本身已有的一个项目来进行改造的话 那这个时候 不要去转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了 那如果我们用SaaS 的话就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一个 CaaS文件的一个后缀修改为SaaS 那么我们就 将它变成了这样一个SaaS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呢也是它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个原因 在这之前的话 其实NAS是比较流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NAS它就是兼容这个CSS代码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SaaS的一个 和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几个一个小任务 这任务很简单 两个 主要呢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SaaS和SaaS的一个区别 这两个文件格式的一个区别 第二个呢就是 将一个CSS文件修改为SaaS 都很简单 我相信听了这两节课 听了这节课的一个 同学都能够很轻松的跟他完成这个任务 好 那我们下节课呢 主要是说我们的这个Compass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